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为了庆祝109年度清洁队员节 花莲县环保局14号在宜园度假村举办了 109年度的庆祝大会 即GU以及资深清洁人员的表扬大会 现场有超过500位的清洁人员是齐聚一堂 由县长徐真卫亲自表扬 花莲县的40位资深清洁人员和20位GU清洁人员 肯定队员们为花莲县环境清洁付出的辛劳 并且感谢他们持续为家园的清洁维护来打拼 徐县长波容立临并亲自颁奖表扬外 花莲县议会议员以及13乡镇市首长 与公所清洁队长等多位贵宾也立临会场 向全县辛苦的清洁队员至上最高的敬意 中华民国政府订定了我们这个清洁 我们清洁园日 让我们对于在平时365天全年无休 守护的我们的环境 以及守护我们亲近家园 默默的付出的奉献的所有的清洁队员 至上最高的敬意以及谢意 所以对于清洁人员我们订定的清洁人员日 在10月25号 而花莲县政府也在每一年在这个的前夕 都与环保署一起携手合作 来为我们所有的环保人员来给力加油 以及我们对于优良还有资深 以及非常非常重要的推手 我们所有清洁人员给予家属也给予颁奖 徐县长表示10月25号清洁队员节 是属于清洁队员们的节日 花莲能有如此干净优质的环境 清洁队员们是幕后的重要工程 也感谢本县全县清洁人员的敬重职守 不为烈日风雨为维护本县环境清洁 全力的付出 将本县打造成优质舒适的环境 目的就是要让民众有一个清洁一具的生活环境 记者林杰 收封箱采访报道